第三這個地方其實延伸它跟抓英文跟抓中文其實差不多意思 所以這一題的重點基本上就是說 各位打開之後可以看到了 不過原來的題目設計是算那個數字 比如說A欄裡面數字的個數有幾個 那以色列裡面沒有嘛 所以零個嘛 然後那個125這個有幾個 有三個 然後這個什麼China這個沒有都零個 那非數字個數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應該不用啦 因為我覺得主要我們後來我把它改一下好了 因為我本來是抓幾個 可是後來同學說老師 我其實我們要的並不是算有幾個 而是算那個數字那些資料幫我取得 但是其實如果你算得出來 理論上應該就可以取得 所以最後的話你可以怎麼樣 比如說你後面再加一個欄位好了 叫數字資料好了 比如說甚至你可以有英文資料或中文資料好了 那這個顏色我把它這邊複製一下 複製這個 OK 就多一個欄位 也就是說呢 把數字抓過來 如果有數字的話呢 就幫我超過來 有沒有 這邊就125啦 OK 有沒有 然後這個就沒有 那這個就8310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沒有這沒有 這個就是把它整個超過來這個也沒有 OK 好 那怎麼做這件事情 當然這一題等於有兩個題目啦 第一個 我要怎麼知道這裡面到底有幾個數字部分 這個的話呢 以前的做法 最早其實都教同學 就是用幾個函數 而且裡面的話呢 還要加上一個所謂的這個執行政列 有沒有發現外面有個大瓜壺 那這個大瓜壺 實際上如果 理解的話啦 有點像那個VBA裡面執行回圈的意思 因為這裡面不只一個字嘛 所以它整個就是跑幾次 比如說有五個字的話 那就是跑五次的意思 不過 跟各位講一下 那個執行政列這個應該是對很多人來說很難接受 其實我自己都很難接受 為什麼 因為大瓜壺這個有點像在公式裡面跑一個回圈的概念 一個公式就已經這麼短 裡面還要跑個回圈實在是不太OK 所以 以這個問題來看 其實我覺得如果公式裡面跑回圈 我建議你乾脆寫程式算了 直接寫VBA 我覺得會比較直接 那只是說呢 你說 老師那這個要怎麼寫 那其實啦 當然呢 要不就幾個方式 你直接想想看有沒有什麼函數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要不呢 就是你把這個問題直接丟給chargeGPT 那我就試了一下 我把那個敘述一下 丟給那個chargeGPT 後來我發現 chargeGPT好像對於那個數字跟英文 還有中文這個問題 真的不是他擅長的 真的 結果我請你幫我寫一個公式 然後把這個敘述告訴他 得到4了半天 最後我算了 我已經放棄了 最後我直接跟他講說 你乾脆幫我寫一個VBA算了 所以最後我得到的結果 你們其實可以看一下雲端 這個是103這個 那後來的話呢 前面其實我試了很多方法 就是我們前面做的公式部分 後來我想了一個方式 我乾脆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是 因為他的邏輯太複雜了 用Excel公式 其實無法正確生成 所以呢 我直接乾脆跟他講說 直接你就幫我寫VBA的Function程式 然後呢 我甚至還跟他講說 本來是撰寫VBA的Excel公式 我直接改成用VBA的Function程式 然後呢 一樣告訴他說 B3儲存格裡面有 B3 為什麼要B3 因為B2裡面 我看一下 B3 那應該這個應該是A A才對 我這邊寫錯了 應該是A才對 A3儲存格裡面是這個資料 然後幫我計算 而且這邊敘述的方式可能比較有點 算是有點專業術語 特別注意我建議以後你敘述的方法 可能要把這個術語稍微記一下 叫做字圓 字圓就是每一個字啦 不過如果你這樣每一個字 他可能會看不太懂 你跟他講字圓 因為這個他比較會知道 那形態的話呢 他也比較清楚 因為形態的話就是數字 或者是英文 OK 在不同形態 這個時候我發現 他其實還蠻厲害的 底下他幫我寫個 那我試了一下 這個方法好像是最可以接受的 因為最後他幫我寫出來 我看一下 我把這個問題丟過去 而且我這個 這個應該改一下吧 這個可以把它改成A啦 所以將來你打錯沒關係 可以把它直接改 按傳送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就於是把他幫我寫完的程式複製一下 OK 那這個的話 其實在雲端上也有啦 你們可以自己找得到 然後我把這個公式 他幫我寫的程式 直接把它複製 那還記得吧 如果是一個VBA的function喔 如果你要拿來用喔 特別注意喔 要怎麼做 1 請你打開開發人員 有沒有 2 點選VIO BASIC 這個都蠻固定的 3 的話呢 記得喔 按右鍵插入這個模組 有沒有 然後直接把這個function貼到模組裡面 那如果你有一個function的話 啊 function名稱叫這一個啦 叫什麼 COUNT LUMBER IS CORRECTED OK 就這一個啦 那我其實什麼都不懂啦 我們先試試看好了喔 理論上我試了一下 好像結果是對的 但我不確定喔 所以我就先試一下 把它貼上來之後呢 那怎麼去執行這個function還記得吧 1 一樣是把游標放在你想要指定的位置 2的話呢 插入這個函數的時候 記得喔 選擇的類別 選擇使用者定義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那個function就出現了 有沒有 按確定 那再來的話 指定那個RNG應該是Range的縮寫 然後那個範圍就這個 就那個儲存格 那這裡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會幫我算完 裡面的數字數量 欸 0 有沒有按確定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把它向下填滿 欸 看一下 欸 我覺得滿驚訝的 我發現喔 真的有的時候 你問半天 我建議各位啦 尤其是這種相對比較複雜的問題 如果你一直問他說 請你幫我寫一次有公式 如果他一時真的是 達不掉你要的結果 我建議 真的 你直接乾脆轉個彎好了 我發現真的 我們四半天真的 我覺得啊 我本來想放棄的 我想說這一題不行 後來呢 我轉個彎 我只是把原來 這個拽寫VBA 拽寫Excel的公式有沒有 把它改成VBA的function程式 然後呢 只是說差別它產生的不是公式 而是一個function 剩下來就是你把這個程式複製之後 有沒有 貼 記得要會貼喔 你如果不會貼的話 那當然你連run的能力都沒有 那也就是說喔 Charge TV就幫你寫一個 本來不存在的一個函數囉 有沒有 那這個函數電腦裡面是沒有的啦 以色列裡面是沒有的 但是因為Charge TV幫你寫了 所以這個問題可以解決了 OK 所以喔 這個應該在雲端上也有 所以待會你們可以找一下 這個function 那只是這個名稱它英文啦 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要改名稱也沒關係啦 你這個名稱的話 如果你要改 其實主要改這個名稱 但是不能改一個地方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要改 我記得應該就是 這個也要改 有沒有 只要跟這個名稱一樣的都要改 所以有三個地方 假設你想說老師我可不可以改成 叫數字個數函數的話 可以喔 但是要把這三個通通改成那個名稱 我改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假設你覺得這個名稱 你覺得這個函數名稱你不太喜歡的話 那其實是可以改的 我改一改看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的話就是數字個數 拿這個名稱好了 那改的話就是這個 數字個數函數 有沒有 然後呢 我這邊名稱改了對不對 底下呢 如果有跟剛剛那個名稱一樣的話 那記得要改 這邊兩個嘛 這邊還有一個 三個 當然另外一個方式 你可以用取代的 有時候我會用直接取代 有沒有 一個 兩個 三個 那以後的話 那個名稱就叫做數字個數函數 有沒有 所以我把它改完之後 這個可能就要delete掉 然後重新再插入 它的使用者定義裡面的函數名稱就被改了 然後給一樣啦 其實其他都一樣 跟剛剛一模一樣 只是向下填滿就把它蓋過 結果呢 也跟剛剛沒有什麼差別啦 它只是說名稱改而已啦 改三個地方嘛 一個 兩個 三個 OK 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啦 當然我就沒有 不是說就此滿意啦 因為我剛剛有講過嘛 我們這一題是希望怎麼樣 因為你算那個數字的個數好像沒什麼意義嘛 我知道有幾個在幹嘛 我只要是希望說 把原來的資料裡面有數字的部分幫我取出來 所以我就延續剛剛這一題喔 其實只要能夠算得出數量的話 其實應該就可以很快改成什麼 取得那個資料 差別只是說它算幾個 那另外呢 如果要取得 就把那個 式的那個字留下來就好了 那可是你如果不會寫怎麼辦 我一樣喔 在剛剛那個CHARGB下方 接著繼續問它 有沒有 它這邊 請... 這個是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SUB 輸出啦 然後底下我有接著改成什麼 取得那個資料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這一段 我是有把它放在這邊 你們自己先弄弄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